OK 代码演示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试一下效果 运行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改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solo 就在callback里面 这个createcontext 这个前面有一个this. 这个我刚才忘了加了 大家应该加一下 要不然的话createcontext找不着 所以加上this.createcontext 把这个this.加上 然后保存 保存之后呢 我们在通路下建一个test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简单写了一个 和之前的这个quarttest里面 就讲杨松圈模型的时候 那个非常类似的一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地方可以 不一样 第一个是 引用quart的时候 我们就引用了这个 刚才写的这个likequart2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quart里面 这个地方去setresponse time 和getresponse time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这个set和get的 这个方法 我们没有定义 所以我们就直接通过 这种方式来去做 就是直接去做一个key来去做 瑞斯邦的time 给它设计上一个号表数 然后这个地方就直接获取了 就直接这么做了 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context的 method context的url 以及这个context的body 我们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 就写成context的request 的method context的request的url 还有这个context的request 的end 就直接这么写了 就这么几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说大家自己 稍微改一下就行了 也不是很麻烦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运行吧 然后node test.js 运行完之后 我们 刷新一下这个端口 发新的口 这儿反过来是 this is like car 正好是我们这儿写的 this is like car 就说明我们这个 官网推荐那个demo的 这个中间线机制呢 我们在这个like car2里面 就已经写完了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通过app.use去收集 以及compose里面的这个next的机制 到底是怎么实现 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 我们要每个中间线都要返回一个promise 所有的中间线都要返回一个promise 才行 OK 那 整体的这个 块2这一章呢 就基本上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总结第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使用async await的好处 首先 你要知道这个async await怎么去使用 还要使用完之后 还要知道 使用它不使用它的好处 这个我相信 大家在通过开发那个路由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一个体会 就是使用async await的时候 这个路由会变得特别简洁 就是代码中 没有那么多异步的回调 没有那么多回调函数 就是一行一行写 像同步代码一样 所以说 在这我推荐大家 只要是有条件 大家就全部都用async await去写一步 我绝对错不了 然后con2的使用 con2的使用 包括con2的创建 con2各个插件的一个了解 以及各个插件的原理 这个我们都讲过 以及它如何去操作 session release和日志 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路由 还有数据库的这些 最后呢 con2中间间的使用和原理 中间间的使用 这个最主要理解 那个next 为什么是通过await来调用 然后原理呢 其实就是 我们说的三点app 用子去注册 然后通过next 去一个一个调用 然后再通过 有一个promise.resolve 来保证 每个中间间都要返回 一个prodose对象 OK 那这一节就讲完了 下一步呢 我们看一下 一直处于开发环境中 和前段连条 但从上线过 就是我们的代码 一直是属于开发环境中 然后如何实现 线上服务稳定性 线上服务稳定性 是我们从课程一开始 就说的 以及我们也说了 prmr可以实现 线上服务稳定性 那怎么去实现 这个线上服务稳定性 以及它去怎么体现 具体在哪些点上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还有这个enjix 在线上扮演的 什么重要的角色 enjix在线上的角色 其实和前段连条 角色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一个 派发的一个角色 就是让我们的前端和后端 有同一个入口 能同一个域 能不跨域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下一章主要讲一下 这个线上服务稳定性 和prmr的一个使用 以及它的一个价值